所以我說他們很勇敢 如果我是遵理的老闆 我會常常睡不著覺 補習學校遵理集團 向港交所申請主板上市 競爭對手現代教育 昨天在報章刊登廣告 引述遞上港交所的上市文件 邀請林逸欣約滿遵理之後加盟 同樣是補習天王的K-Otun 他認為這件事不是請人那麼簡單 我一看下去我覺得 跟一直以來的Marketing的形式 是很大分別的 那我都不當這是一個Marketing 可能是一個 是 財經界上的一個 爭奪戰 或者是一個 殲滅戰 一個光開招聘訊會是一場 財經爭奪戰? 因為從數字上看到 我會覺得 尊利學校都頗勇敢 勇敢在是 因為一位老師佔著四成的收入 我不是金融界的專才 我不去到用那個角度去講 但從一個我在 私立教育界 教育集團裡面 營運了這麼多年的一個導師 我覺得是頗危險的 要成為上市公司 港交所需要考慮專利集團 上市之後業務的持續性 而依賴一個導師的做法 Kilton認為相當勇敢 因為當年現代 我在這裡的時候 所有的收入集中在兩個三個老師身上 現在集中在一個老師身上 而一位老師 還有九個月左右就滿藥了 這件事又公開了 都很坦白地披露出來 他都有信心可以做到 所以我都覺得他們很勇敢 如果逆地而處 真是高身滑角 他會不會心動 對,所以這位有一個offer 訂過來 嘩,可能我也會職一接 不過現代教育 又沒有留下一個電話 又叫人找你 你沒有電話 那怎麼打呢?